拥有红土之王封号的西班牙前球王纳达尔 22号终于在蒙蒂卡罗名人赛的单打决赛中 以直落二横扫现任球王乔科维奇 缔造了他在蒙蒂卡罗红土球场上的42场连胜 8连败的传奇 那么同时呢 他也结束了个人对乔科维奇连续7场败战的尴尬 重新证明纳达尔在红土赛场上的威力 而这已经是两位前后任的世界球王 第31度对决 虽然纳达尔总战机是以16胜14负稍微占了上风 但是最近的7次对决 包含去年在马德里和罗马大师赛的两场红土赛事 纳达尔都栽在乔科维奇的拍下 而这一次面对刚刚失去祖父的乔科维奇 纳达尔总算占上风 从首盘以1比1平手之后 纳达尔就一路领先 最后只花了78分钟 就以6比3 6比1轻松获胜